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對於俄烏戰的一個態度 請教一下亮哥 因為從目前來看 美國仍然還是持續的提供烏克蘭軍援 又加碼了 加碼了6億美元 那麼當然呢 這個美國行政部門也發了聲明 告訴大家說有哪些項目 有軍備服務培訓等等 然後告訴你 2月來已經提供基辅超過150億美元的了 美國是希望長期化啦 然後就是僵持著 然後拖著 然後北約就可以在美國主導下 然後逼歐洲 日本 韓國戰隊 然後繼續戰隊來制裁俄羅斯 這它主要的目的 那當然從中它得到很多好處 比如說販賣軍火 還有美元毒強 然後歐洲的資金外流 這都是嘛 那所以當然這種要長期化 就不要有太戲劇性的變化 比如說如果像 哈爾松那種打法 大概它比較樂見 就是烏克蘭有點進展 可是進展非常有限 那像哈爾克夫這種 就有可能會 所以俄羅斯可能會做一些比較大的動作 那就有可能會發生一些 它必須要投入更多資源的狀況 對 所以 事實上它前一陣子才剛投20億 現在又加投了6億 事實上它可能沒有想要投那麼快 可是烏克蘭有成果 你要必須加獎對不對 這必然是如此嘛 所以它就有點難為了 坦白講拜登就講得很白啊 他說烏克蘭這個不能夠叫做 好像形勢逆轉啊 拜登就直接認為不是這樣 對 我想美國很瞭解狀況 因為事實上 烏軍打進去的時候 整個北哈爾克夫幾乎是空的 俄羅斯在那邊的部署 沒有超過2000人 所以美國很瞭解那個狀況 就是說 那為什麼你赫爾松會打得這麼辛苦 因為人家那邊就是有佈陣嘛 不管是武器或者是軍隊 那這個當然俄羅斯自己也有問題 就說哈爾克夫又不是你要佔領的地方 那你為什麼還要派兵在那邊 甚至我還聽到有人說 那你根本就只有警備隊了 不是真正的軍隊了 所以那你為什麼不及倒撤軍 你這邊留著警備隊是要幹什麼 那怪不得你會面對今天的狀況 因為俄羅斯本來的目標 大家都知道是去納粹化 去軍事化 那去納粹化亞蘇營消滅之後 早就達成了 那去軍事化是什麼意思呢 你不可能讓烏克蘭全進去軍事化嘛 那你怎麼不去打基輔 那你如果說你的目標是頓巴斯要獨立 那你為什麼佔領了很多非頓巴斯的地區呢 所以我是覺得他在這裡也難怪 俄軍會感到到底在為何而戰 他會有這類的問題 所以我坦白說啦 我認為這個烏克蘭進展太快 並非美國所樂見 然後俄羅斯這種焦灼狀態 也不是習近平所樂見 所以才會傳出他有一些關切 這個實際上是西方媒體的主要的重點 包括CNN CNN寫得更直接啊 說是抱怨 抱怨就是因為俄羅斯戰爭長期化 對中國不是有利的狀況 因為中國跟俄羅斯能夠開展的局面 是很有限的啦 太弱了啦 占全世界的GDP比重太低了啦 中國急著需要跟歐洲還有日本韓國維持穩定的關係 所以他當然會覺得這個長期化不太好 而且烏克蘭又是他的好朋友 是啊 所以我覺得他大概只是表示 說你這個到底要打到哪裡是個頭啦 那俄羅斯一直都沒有答案嘛 就是說你如果要鞏固 敦包斯兩個共和國 那就講清楚嘛 如果是赫爾松就講清楚嘛 我不認為習近平有講那麼具體啦 我只是說隱隱約約啦 給人家感覺好像俄羅斯也沒個頭 那美國就希望你越長越覺越好啊 對 那可是這樣子對中國是一種不利的局面 是 中國的領導人要採取平衡的立場 是真的是平衡到底 或者是說習近平他比較選擇 在俄烏之間有比較站在俄羅斯的這一邊呢 我覺得他們兩位像朋友一樣的對話 這個講得很明白了 那也就是說普丁他說習近平有疑慮 他有擔憂 那這代表他們在對話的過程中 習近平直接把他的想法講出來 那普丁也聽到了 普丁也能夠理解 但是問題就在於那中國會怎麼做 他並不是說我保持中立 我完全不介入 不是他採用平衡的一個立場 這是普丁的用語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就是說當美國要去制裁中國大陸 或是要威脅中國大陸說 如果你跟普丁怎麼樣怎麼樣 你跟俄羅斯怎麼樣 我將會對你怎麼樣怎麼樣 那時候呢 很明顯的中國大陸沒有理會美國的做法 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這半年以來 中國大陸從俄羅斯那邊進口的能源跟石油 增加了50%以上 進口的黃金增加了4800% 那這個對俄羅斯來說的話 也就是中國大陸在解決俄國所面臨的 歐美的國家對他實施的經濟制裁 金融制裁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大陸不理會歐美的國家 繼續像俄羅斯進口能源天然氣 還有這個石油同樣的 也使用盧布的方法 或者人民幣來作為交換貨幣 也就是不使用這個美元或是歐元 而且這樣的一個做法 也有力的支撐了盧布 不會往下墜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問題就在於 那他對烏克蘭呢 那很明顯的他跟烏克蘭的 經濟的合作或是交易或是貿易 應該同樣有在進行 這個才叫平衡 那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對俄國 在一方面進行正常的貿易關係 他同時對烏克蘭也會這樣的做法 只是大陸不涉入兩方的軍事衝突 例如說不提供給烏克蘭 他所需要的軍事援助跟設備 也同樣不提供給俄羅斯 他所需要的軍事設備跟物資 我覺得這個對俄羅斯來說的話 普丁的態度來說 這就是平衡 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因為普丁的講話是在峰會 上海合作峰會之前 對 也就是在跟習近平的雙方見面之後 所以他引述的這段對這段話 也講了他的立場 二方面其實你會注意到跟栗戰書的講話 好像有點不一樣 栗戰書說我們理解你的感受 我們也知道你的立場 然後在你的核心利益這個部分 還有你關心了重大的國際議題這個部分 我們雙方是堅定的相互支持 這是栗戰書的說法 新華社也是這樣的一個論調 但是當習近平講話的時候 好像這個部分裡面 中國大陸這邊沒有公佈出來 普丁的講話中也沒有講得很明白 這個就會給美國人很多的想像了 那美國人會想說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所謂的平衡是什麼意思 然後你到底是怎麼做的呢 我覺得給美國的很多的想像 也就是給美國的壓力 也就是牽制了美國在遏制中國政策中 他的力道是不是會繼續加強 還是會緩和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有戰略的設計 也有外交的用語在裡面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 雙方之間的對話的關係 系統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層機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GO